大家好 今天是7月24星期五 今天跟大家聊一分钟是1点15分 其实因为要早点这么多说 因为收完市之后要开会是没有时间了 所以唯有偷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中港两地的走势其实就有点分别 A股就再进一步向上 而且创了调整之后的高位 很明显有一些国家队一直在互盘 我想在这个月期结之前 始终势头仍然是涌上的 因为新加坡那边有不少旗子淡仓在这里 冲着来的 这一刻就不仅是夹淡仓 不简单的了 有些资金的确是希望做淡 甚至攻击股市之余 是冲击整个金融的体系的 你不能够不出招了 非常事忌一定是用非常的手法的 其实这个我绝对支持的 但是就算上证指数回到4100 4200或者高一些 并不代表短期来说是会爆发一个新的升浪 因为经过5178点跌到3373点之后 其实上证指数已经跌了35% 财富蒸发是天文数字来的 往后投资者就算想入市的话 都会比较保守的了 事实上最有能力的一批 投资者也好 炒家也好 在这一阵跌市当中 其实损失是最惨的 据说蒸发的财富 降仰了20多万亿 不单只股票 以后整个内需市场 是一段时期之内都会受到影响的了 好了再看看港股 A股持续都偏稳 甚至势头是咬着咬着上 但是恒指就反而是持续反复的 事实上来说 经过今早早一轮下跌之后 恒指已经是跌穿了10天平均移动线 现在比较关键的支持就是250天线 大概24950点左右的水平 如果一旦250天线再失手 那就是说整个反弹市已经告一段落了 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反弹市的低位是8日的22836点 去到21日暂时的高位25634点 恒指是升了2798点 相对早前跌了5753点来说 市已经反弹跌幅48.6%了 话少也不算少了 好了升了2798点的市 如果有成交金额配合的 这个升势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期的升浪 或者新的升浪 反过来 没有成交金额支持的升市一定受虚限了 以现在来说这几天都是800亿 700亿成交 我不相信是一个中期升浪 既然不是中期升浪 市会进入两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就是在几百点之内 进行反复整固等变 变上变下不知道 总之等变了 第二个形态就是反复复 最终跌穿了250天线 进入反弹后的调整格局 好了 升了2798点 如果市调整1分之1的话 恒指有机会见到24701点 如果反弹的幅度去到2798点 而调整了一半的话 恒指更加有机会未来 反复下市24235点 好了再说了 整个形态由22836点的回升 既然有一个V型的反弹 但就未必是能够发展成为 一个中期的升浪 那就是说 22836点会是一个低位 亦都是一只脚 如果高台回来 有个调整的话 这只就变成了一只左脚 往后的市场是会找一只右脚的 那右脚是多少呢 24700 24235点 是多少呢 是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高低脚的两个低位 如果连线上来 只要右脚是高过左脚 是会形成一条上升轨的 那这个是有来后市的发展 即是说第一轮的低位 踩了下去了 第二轮再调整呢 调整的低位 没有低过上一轮的低位 即是说市场不是那么差啦 那但是 什么时候要孕育成一个升浪的话呢 往后真的要看成交金额 以近期来说成交金额那么薄弱呢 似乎来说市场仍然维持 在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升的格局的 这些大家要留意了 那在这么低位的市况当中 没有什么特别好做 唯有等 唯有就忍了而已 如果拿货是小的 没有相关啦 磁形保态 拿货偏重的 就考虑自己的磁装能力和能耐 就是了很多时候真的要学懂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是输少真的要当赢的 如果你拿货是多的 都是输 但是输少少呢 不是那么多 那就先离一离场 拿多些现金在手 日后再续部署咯 是不是 我就是这样做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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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